Hello大家好,我是杨子昭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期SP马超在PK赛季的一个开荒技巧的一个解读啊 也是正好呢我这两天在开荒 我感觉啊这个开荒呢我又有了一些新的这个心得体会 在此呢也是分享给大家 具体的阵容配置呢是SP马超加上左词再加上张春华的这么一个搭配 正好呢是15点的统一值 PK赛季的开荒跟前面赛季呢是有明显不同的 就是你一上来呢他正好是15点的统一值 而你呢一定是要向三枚武将来开荒 因此呢如何选择这个阵容的搭配呢就显得比较困难 在这里呢SP马超他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然后张春华呢也是常见的这个开荒阵容里面的常客 因此呢大家抽到这个三统一值的武将啊尽量还是要留着 他们呢在开荒的时候呢作用是很大的 具体的阵容配置呢是SP马超选择当风吹绝加上速成其力 没有速成的话呢可以选择上暴力无人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兵刃输出 当风呢是开荒的时候尽量是给他安排上 大家来看一下啊就是四级地呢他会出现这样一个战法叫做萧军定北 他呢是让战斗第二回合开始 让我军全体陷入叛逃状态注意啊是野怪让我军受到这个叛逃影响 相当于呢是朱骏他的那个镇压黄金 然后呢他还是无视防御的这么一个伤害 一旦我们的这个战斗回合透的比较长 你遇上一个萧军定北 那么你的兵损就不可能低到哪里去 可以说啊你作为平民玩家在开荒的时候呢 野怪的这种指挥战法对你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 可以考虑使用当风吹绝把它打掉 再比如呢像这个盾兵兼长 他的效果呢是让战斗开始后前两回合 敌军群体获得这个规避效果 可以说啊这个规避率还是比较高的 能够非常有效的把这个战斗回合拖长 因此呢你处理他的时候呢也是 你要么呢就是当风把它打掉 要不然呢就是你的爆发输出足够高 能够把它解决掉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是SP马超开荒的话呢 白板建议是把当风带上 避免呢对面的这种指挥战法给你造成影响 除了马超之外 左辞就是带减伤战法 赞臂其风加上解凡位 解凡位是攻守俱加的这么一个战法 同时他还能够增加马超的速度 可以说在开荒的时候呢 解凡位对于马超的加成是非常大的 因为有了速度的加成 马超可以非常频繁的发动他的自带战法 张春华呢选择夺魂胁迫和刮骨疗毒 在这里我们是不上风使阵的 因为风使阵会让马超受到的伤害增加 无形之中也能够增加我方的兵损 可以说你开荒的时候 要不然呢你就是那种快攻突击型的队伍 比如说像夏侯渊 裸一一开啊 对面直接就送走了 如果你的阵容没有办法用这个快攻来解决问题的话呢 减伤尽可能要多带一些 而张春华呢 他的夺魂再加上回血 比如说你是上挂骨也好 或者是你上一个非攻制胜也好 他能够尽可能的降低对方的属性 增加己方的输出 也能够因为降低了对方的属性 保证自己受到的伤害不会那么疼 总之核心思路就是 这一队开荒的时候不要上风使阵 尽可能的让自己受到的伤害降低一些 风使阵的20%的一伤其实是非常高的 这一点呢大家要注意一下 到了后期张春华可以去拉车 统育值够了之后 黄辅松就可以直接替换上位 这样的话呢 一对黄马枪也就顺势出炉了 总统育值呢是18点 而18点的统育值呢 他的这个统育值要求并不算高 能够迅速的让你在完成签诚之后呢 在这个资源周进行发育 总的来说呢 这是一个过度相对来说比较平滑 而且直接抬出去打架呢 也不会特别难受的这么一个阵容 好的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再见